今天下午,参加第三届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,中国体育代表团由139人组成,将参加田径、游泳、拼袍球等24个大厦、102个小巷的比赛。 中国体育代表团由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,中国奥委会副主席高志担任团长,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2人,来自25个省、市、市、河汉、藏、苗三个民族,年龄在15至18岁之间,平均年龄类16.9岁。 其中,年龄最大的是三人篮球项目的楚天一,生于2000年1月7日,年龄最小的是技巧项目的刘一谦,生于2003年11月25日。 在今天的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上,团长高志担讲话,副团长王立伟宣读代表团组成名单,代表团全体成员庄严宣誓,田径教练员李荣祥和平堂球运动员,分领杀分别代表参赛教练员。 运动员做了发言,体育总局科教司司长李业务就犯新犯系工作提出要求,清澳会是国际奥委会为了增进青少年运动员,对奥林匹克精神,与价值的理解与见同,更广泛的推动奥林匹克运动的普及与发展,增进世界范围来不同国家和地区,不同民族和种族的青少年运动员之间的相互了解。 在2007年发起创立的,通过体育运动文代替,为参与清澳会等各国家与地区的运动员,提供展示自我和相互交流,相互学习,实践社会的机会,让运动员在比赛之中参与各种文化、教育和交流活动,加深对奥林匹克运动价值的理解,引发青少年运动员对文化、教育、社会等重大问题的关注。 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本届赛会的目标,是取得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,同时要检验训练成果、锻炼队伍、积累经验。 本届赛会专门设立了青年变革者,参赛运动员还将通过学习与分享活动,参加各项体育文化、交流活动。 来源,北京买报机制李远飞摄影刘平编辑,TF011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